欢迎收听创业新声带 带你听见创业新声带 我是创业小区的凯尔 你喜欢跑步这项运动吗 站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一个喜欢享受孤独的跑者呢 还是喜欢跟其他人一起跑步 跑步文化其实在全世界都很盛行 除了个人的跑者 喜欢跑步之外 其实有非常多的 现在有非常多的企业 其实也会鼓励自己的员工 要维持健康 要加入运动的好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数位工具 可以陪伴跑步社群一起前进呢 那又有什么样的好的数位工具 可以协助这些企业 可以好好的鼓励自己的员工 加入健康 加入跑步的路途呢 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新声带 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Runny的创办人David 我们先请David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听众大家好 我是Runny的创办人David 今天很高兴现场邀请到David David要介绍的服务叫做Runny R-U-N-N-I-I 这一听起来就跟跑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想问问看David 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切入 像是跑步啊健康这个创业题目 可不可以先聊聊你的背景 其实我一毕业就在足科工作 然后我大部分做的工作是光学专利 或是三到五年后的一些产品 然后那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 我离终端客户的服务其实很远 所以就想说我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做一些产品 是可以更接近终端服务 那那时候其实蛮流行穿戴装置的 所以搭着那个时候的路跑风气 我们就在想如果路跑这件事情 它可以透过云端的方式来举办 它再透过光学投影 然后影音或是网路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就很像线上的虚拟路跑一样的话 那一定会很好玩 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概念出来 来想要做一样这样的产品 可是后来因为硬体开发 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硬体的开发 但保留软体的架构 跟概念 对那运气很好刚好斯大运 那时候在17年的时候举办 然后看到我们的产品 然后觉得在线上举办这样的活动 非常适合拿来当作斯大运的推广 然后就此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软体开发 软体服务的这个概念的这个模式下 OK 听起来很有趣喔 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你是想要做的是硬体 然后想要就是做消费者组断的产品 可是我觉得那个概念非常的有趣 就是它还是结合了那个虚拟整合 然后软硬整合的那个概念 希望把而且有一点点游戏化的想法 就是希望可以把运动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 那虽然最后硬体没有做出来 可是软体这件事情延续下去了 而且还刚好可以跟斯大运结合 那可不可以请你深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什么是软尼 软尼这个软体它提供了哪些服务或者是功能 对就出入开会所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硬体开发上面 其实有一个Prototype 但是后来没有往下执行 但很重要的概念其实就是游戏化 所以我们在其实终端服务的时候 其实是将个人的所谓的运动软体的记录 转变成企业或是组织 它能运行的这个健康活动 那最重要我们就是带入游戏化这个概念 那我们主要有两个概念是 提供给企业希望说这个 透过线上服务的举办 让这个健康活动更有趣 第一个就是游戏化的概念 那游戏化概念其实我们就导入就是八角框架的游戏化设计 那透过系统的方式去设计整个活动的概念 让它更有系统更有模组的概念 然后再加上透过视觉的模组的结合 所以这两个东西就可以注意 创造蛮多游戏化的变化 让整个活动的体验有明显的 与一般这种传统记录数据这样的概念是非常大的差别 了解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在提供企业的数据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去年前年有获得SPIR的这个海选 那主要就是在针对因为我们刚刚讲 透过八角的框架去设计游戏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设计以后 用权重的方式再重新去看一下 这些参与者他们对于怎样的这个Infective 就是会比较有兴趣 那来分析说这些参与者会被受到哪些框架的要素去影响 然后来进而让企业了解怎么样举办这个活动 会影响到哪些层面的人 或是是不是可以促进到他哪想要出击的那些员工 来带动这个这个勤奋 对 然后最后还有奖励吗 对不对 对就是透过这个企业他举办完活动以后 企业他就会透过这些举办完的成果来奖励 对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个对企业来说 你觉得就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切入了蛮多的企业客户 而且不乏非常大型的企业客户 那对企业客户来说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鼓励自己的员工应该要维持自己的健康 然后继续自己的健康素质等等的 那对企业来讲他们管理跟经营员工健康这件事情 又又长远来看又获得什么样的效益 其实主要就是在近几年来 其实法规上对于200人以上的企业都希望会有护理人员来管制 那透过这些护理人员来管制 其实除了公司的治安以外 更希望就是促进健康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份调查就是说 其实有效的促进这个员工的健康 对于整个员工的请假率或是出席率 甚至这个离职率都是会有非常显著的帮助 其实国外这个东西已经蛮有蛮成熟 就是甚至在员工运动 他还可以抵所谓的保险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在国外就非常鼓励员工去运动 来抵这个企业保险的部分 OK所以从比较实质的那个效益面来看 就是说包含了健康的提升 他对于可能工作效率啊 然后整体员工的健康素质啊 甚至是在健康或是那个疾病管理的 那个成本上面都可以降低嘛 但是如果是从价值层面来看的话 也许就是像员工的向心力啊等等也都会提升 是 OK那所以企业是你们最主要的客户 那请问一下你们的商业模式会是什么 然后你刚刚有说到这是至少以台湾来说 法规上规定200人以上的企业都有一定要 要对员工的健康负责任这样的规范 所以商业模式是什么 然后你们自己预估这样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是 我们现在主要运行的商业模式其实是非常类似SARS 但为什么我说类SARS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避不了会需要跟企业会面对面的对谈 但是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使用的软体的模组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接近SARS的服务 那我们主要的协助企业服务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短期服务 然后透过可能协助他们举办他们想要举办的活动 或是说他们可能不知道有什么活动 会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参考设计里面去找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活动 然后我们第一给予Consult 第二个部分是长期的 就是有些企业他会使用我们一年的服务 那在一年服务里面就不单单只是只有健康活动而已 他可能包含所有的健康实体的活动的参加 或是所谓的减重 或者是所谓的可能饮食控管 可能都会是希望企业在这个整个一年的过程中可以把它加入的 甚至连公益的参与他们都希望透过像一个公益护照或是健康护照方式 透过我们的软体来让他们的员工可以加入 然后整个体验会更有趣这样 因为基本上您已经帮他们把员工聚在这个平台上面了 所以其实延伸下去还蛮多的 您刚刚说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对就是基本上它聚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会不断开发新的功能 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会直接使用 所以其实就真的很像软体服务他们其实是选用的概念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 现在为了要降低企业的摩擦 就是说其实传统企业还是很习惯用公关公司和活动公司 来选出他们去举办这个活动 那中间其实步伐就是有很多企划 所以当我们在执行过很多活动以后 我们其实把它做得更像Game 我们称之为Walky Game 那在Walky Game的部分的话就是企业它可以直接透过选用整个解决方案 而不用特别去思考说我是不是还要再加入自己的设计 加入自己的元素 然后这部分我们就希望就是针对中小企业 因为其实中小企业相对来讲它的资源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发现也蛮有显著的这个成效 就是中小企业在选用这一块是非常希望就是用现有的这个完整的方案 让他们可以直接使用 那对应到市场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在500人以上的企业大概有3000多家 那100到500人大概有6000多家 那实务上我们现在其实主力是在500人以上的公司 是我们最主要的客户 对 那所以目前我们当然也是垂直是希望在100到500人 这个机体可能更大一点的公司上 其实也会有一些展获就是从Walky Game这边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从100人以上就是都可以长期建立到健康服务 和健康促进概念的这个公司都可以让他们可以轻松使用 包含不管是500人以上是为了健康 可能100到500人有些企业甚至是为了公益结合健康这个议题来举办这样的 类似的活动 对 了解可是 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做B2B的生意不容易 就然后企业客户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服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你们公司到现在累积了一些成绩 包含都协助过一些比较大型的品牌办活动啊 或者是引导他们使用你们的产品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做这些企业客户开发的一些经验 对就是这也是我回到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要开发住小型企业的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真的B2B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它在整个业务的周期是很长的 其实我们在光审核包含资安法务还有这个所谓的采购等等 其实它那审核的流程很长有时候我们可能签一个月要签到半年 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这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可以缩短这个业务周期 所以才在今年是希望可以透过Walky Game进入中小企业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企业在看我们这样的公司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在实际点上是比较刚好的是 第一个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开始想要去做数位的服务的转型 那他们就愿意去尝试就是说新的服务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架构下去执行 那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其实都有在评估 只是它少了一点点诱因去转换 那今年刚好多了这个诱因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们会发现其实第三方服务在企业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可能两年前三年前他们会觉得我是大公司我自己开发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大公司的企业已经放弃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觉得其实 接受服务超高 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已经可以接受说其实是用第三方服务软体 对他们来讲是更友善更优化 然后对所有维运上面也是更轻松 所以这两个议题其实让企业整个接受度是变高的 那再加上我们在世大运得到了蛮不错的回馈 所以在企业谈的谈起来的状况上面 其实都还蛮友善的 那尤其是今年其实是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的询问度也特别高 因为疫情的关系 分分鼓励大家就是在线上举办活动 然后各自保持健康这样子 然后又搭配到数位转型的议题 对基本上就是他们实体活动都取消了 然后健身房都关闭了 所以他们人资啊或是厂户啊 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可以持续运作的机制 那今年我们就刚好达到这个风潮这样 OK好所以国内的发展状况看起来还不错 而且我知道你们的系统甚至还串接了Garmin 可以直接透过Garmin的装置来收集使用者数据 那国外呢国外市场 我知道是你们接下来的一些重点 那分别会是哪些地区 然后你们预计要怎么拓展 国外有一间公司叫42RAIS 然后它是做线上路跑2C的 那它是在新加坡 那它做得很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非常多人使用它的服务 那这个其实让我们有一个Hint 就是说其实在国外包含新加坡 或者是可能澳门马来西亚 可能类似的服务可能是存在的 那目前今年我们也接到了国外的服务 那主要我们在发展上面的策略是会希望先透过网路来触及 因为其实今年我们在接触到国外的客户是很有效的 是可以纯粹透过网路就完成整个销售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出勤看能不能先从新加坡 可能马来西亚或是东南亚地区 或是澳门香港这些我们可能比较文化相近 或是说有使用过类似服务的国家来进入 那它们在接受度上面也会比较高 然后通过网路触行也比较有机会 对这是目前我们现在对国外的策略 那希望未来是有机会可以到区域做落地 OK 如果现阶段应该还是比重上面应该还是会先移 国内的市场为主 对其实国内蛮有趣的就是还是很多跨国企业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些跨国企业 阶段性的去触及其他国家 对听起来还蛮合理的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unning的David 今天来上创业新生代 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企业为了要照顾员工的健康 都还有有时候都会在公司里面盖健身房 或者是请教练来上瑜伽课啊 来上体试能的课程 但是使用Running还有Running的另外一个产品叫Walky 技步的这个APP 其实使用这两个APP 一样可以透过线上活动的举办 然后鼓励你的员工多多的跑步 或者是多多的快走慢走都可以 只要多动一动都可以保持健康 员工的健康其实都是企业的资产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 你是企业主 你也想要好好的管理跟经营 让你自己的员工越来越健康的话 欢迎多多使用Running跟Walky这两个产品 再次感谢David来参加创业新生代的节目 创业新生代持续在每个星期三更新 会继续带大家听见创业新生代